神了 一张图表就能直接看出房价是否泡沫滑了 大家好 我是Design世界陈森迪 一位拥有20多年房产之业经验的家租地产商 和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case killer的房价指数 与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对比图表 简单来说就是房价收入比 如果房价收入比差距越大 则代表房价越高 大家能够接受承受的能力就越低 房价存在泡沫的可能性就越大 才除掉商你可以看到是两个黄色的标识 其数据的差距是比较大的 第一个是2006年房价收入差是65个点 计算得出房价比实际应有的水平高出了54.17% 这个就是当时的房市泡沫 所以在那以后我们就迎来了2008年的经济危机 接着在2012年的数据又重新相对持平 说明那时候的房价的收入差也就相对的缓和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的状况 数据的差距是136个点 房价比实际应有的水平直接高出了80.47% 可以说我们正处于一个巨大的房价泡沫之中 而到这个走势呢 房价的泡沫总将破灭而下行回归正常 你觉得呢 市场在不断电话 跟着我们紧跟市场趋势 你才会有别人没有我的优势 我是迪散世界陈森李 我们下期再会